香港一年半前爆发反修订逃犯条例社会抗争 加上去年7月香港国安法实施 许多港人担心未来引发移民潮 许多人选择了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保岛台湾 去年前11月有9501名港人到台湾居留 台湾陆委会告诉联合早报 一大主因是更多香港学生到台湾念大学 陈芳倩未来想当兽医或从事疫苗研究 喜欢台湾的科研环境和多元出路 但认为香港始终是他的根 希望特区政府争取民心 疏解民怨 照顾民生 多次参加反修例活动的咖啡厅老板梁先生 前年7月1日看到大批蛇声冲进立法会 感觉很强烈的无力感决定移民台湾 但台湾毕竟不是一个国家 未来依然不确定 除了要离开香港的政治环境 台湾的创业潜能和生活素质 也是一些港人转台的原因 我认识到很多台湾朋友 很多台湾客户都成为大家都是朋友 那当中他们也给予我很多帮忙 比方说我的邻居他们会帮我接小孩放学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很喜欢这个地方 香港毕竟也是我们的根 就算它变成怎么样都是我们的家 以后可能很多的不方便或是很多的不自由 香港人以后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相信我们带在台湾的香港人一定会出手帮忙 在移居台湾的香港人中 最著名的可能是瓷神灵溪 熟人透露 灵溪住在中山北路一栋 面积超过2000平方尺 价格约千万新元的豪宅 坐拥树海美景 移民顾问公司负责人说 这一波港人移民潮的高峰 是前年11月 港警在校园与大学生对峙时 我觉得要了解就是 你日后成为台湾的国民 拿了身份证 你怎么样在这里生活下去 一些很现实的经济问题要考量 因为这边它有工作机会 但是它的收入会比以前 比如说想要移民进来的香港人 他当初在香港的收入会少很多 这一块你可不可以接受 陈永恩是少数移居台湾的香港医学教授 妻子是台湾人 一家四口在台湾生活已经14年 自从香港爆发反修例抗争以来 陈永恩夫妇为超过14名来台香港专裁做担保 协助他们安顿在医院找工作或病情本地员工 那我觉得香港人的精神 在于说过去我们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之下 那这样成长 其实我们学习很多如何的手法 那可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知道香港像我自己过去成长的背景的里面 资源也是很少的时候 那你学习在手法的当中 同时你要学习怎么样 懂得去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去运用它 去争取它 那我觉得说这个就是 可以学习到我们变成一个非常懂的手法 可是我们又是很flexible的一个人 我想带着这样的精神 在世界各地 我想我们都是一群很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一群 许多移居台湾的香港人都怀着深情冷眼 密切关注香港眼前发生的政治动态 并继续思索 何处能安家